好,那基率统计嘛 那我们这一门课是基率加统计一起上 那所以一学期上的内容 其实不少 各位可能听起来觉得好像少少 如果你去稍微比较一下其他 课程的基率统计 你可能会 可能会发现说 有些学校其实基率就是一学期 统计就是一学期 那 加起来有时候两学期有时候三学期 那我们这学期从 基率统计简介开始 然后讲 基率的概念 然后就开始引入一些基率的公式 比如说 背试定理之类的 然后基本的 基率的公设 公理系统 样本空间 背试定理 独立事件 这些东西 那这是在第二章 那第三章 就开始讲随机变数 这边有一个 我们强调了很多变很多变的东西 就是随机变数不是个变数 它是个函数 OK 那这个函数 那只是它这个函数呢 还是可以加上加减乘数这种特性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 就是可以有代数运算函数 OK 那有了随机变数的概念之后 我们就去讲了几率分配 那这几率分配里面最常见的就是 最基础最基础的是那个 柏努力事件 柏努力事件 然后呢 柏努力事验 通常我们叫事验 柏努力事验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就会 把它很多个柏努力事验 那就有二相分布 二相分布之后呢 你再加一些特性 譬如说到底是 二相分布是指说 总共出现 N次的柏努力事验里面 有出现K次正面的那种 那种次数机会 那可是呢 有时候我们想算的是 第一次成功的机会 的那种分布 那种的话 就会变成是 这个叫做分布 突然万计 第一次成功的叫几何分布 对啊 然后呢 如果是DK次成功 就变负二相分布的 那如果是 变成不是 不是离散空间 而是一个 连续体里面的离散 出现次数 那也就是 二相分布 N趋近无限大的情况 那就变负瓦松分布 那接下来 呃 这两个是属于 连续分布的 那连续分布 最简单就是均匀分布 就是一条线 那 复杂一点就是 常态分布 那这个常态分布 是后面 后面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中央极限定理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有一些 这样的分布 然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 看到了 期望值 这个概念 那期望值 离散的情况 就是 就是 哎 就是总和嘛 那连续的情况 就要用积分 那不管是 总和还是积分 那 其实都是在算说 它的 几率 乘以它的值 OK 几率乘以值 假假 那 如果 是几率乘以值的平方 那 这 或几率乘以值的三方 那这种就是 动差生成函数 所讨论的办法 那 除了期望值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是 变异数 变异数 就是 就是 其实跟平方有关的 那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e of s 平方 减掉 e of s 的平方 那 这个 这个 用讲的讲 讲的实在是有点 有点怪怪的 那 再来就是 联合分布 就是说 有好几个变数 不是只有单一个随机变数 那有好几个变数 那个函数 本身 里面的参数 就有好几个变数 那这种就称为 联合分布的情况 那联合分布的时候 就 如果你想 要去掉一个变数 你就要用编辑的 编辑的 就把另外一模 加走起来 编辑的方式 那 到第七章呢 我们看 抽样和叙数统计 这个就开始进入统计的范围 那进入统计的范围的时候 我们第七章主要是说 我能够从这些样本里面算出一些什么数字 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讲可以看出样本的特性呢 其中的最重要的数字大概就是平均数 平均数 那平均数可以对应到母体的平均数 所以我们 我们可以用 样本平均数来估计母体 那另外还有像变异数 变异数就是方差 那所谓方差就是标准差的平均 标准差的平均 那这些数字 对我们在描述 一个样本群的时候 一个样本集的时候 看这些数字 就具有代表性 尤其是如果 那个样本群 所弄出来的特性本身 就有 就有常态分布 或各种 你预设的可能分布的话 那你的估计就会变得 相当准确 那所以后面我们就要 依靠这抽样出来 叙述统计所算的数字 这些数字呢 到底有什么用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中央极限定理 中央极限定理 就是平均值 样本的平均值 N个样本的平均值 它会趋向常态分布 只要这些样本是独立 是独立的就可以 那当然通常 我们会加上来源自 同一个母体 但是 只要是独立的 基本上 基本上 你大致上就可以 操用中央极限定理 因为母体你可以自己定义 到底 母体是 是什么范围 是你定义出来 你抽不要超出 那个母体范围就对了 那最后其实是独立性 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 第九章的平均值 和 的估计和检定 就 就开始 把中央极限定理 带进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 啊 介绍一些概念 像 不偏估计是 是什么 信赖区间 是什么 那 我们怎么样 用信赖区间 来做检定 那用信赖区间 有什么缺点呢 95%信赖区间 一定要用95%吗 98 行不行 那 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 所谓的区间吗 不要区间 行不行 那不要区间的话 那可以怎么做呢 那个就是显著性检定 对不对 用显著性的方式 来看 它的 超出那个范围的几率 是多少 OK 那如果很小很小的话 那 大致上 你就 就可以认为说 那应该不可能 好 那再来 第十章 我们就 就从估计和检定 因为这里只讲了 平均值 的估计和检定而已 那 第十章我们在讲的是 不只是平均值 可以估计和检定 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也可以估计和检定 比如说 两个平均值的差 我们可以估计和检定 再来 变异数 或者是标准差 我们可以估计和检定 那 另外呢 比例之类的 可以估计和检定 那所以有 或中位数 也可能 用五亩数的估计和检定方式 那在这里 我们 后面 越到后面 你会发现我们的数学 就越来越不强调 然后程式就越来越 操作就越来越多 那 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各位能够会用 会用 那 后面的数学 你比较有兴趣的时候 你 去把那个几率统计的书 拿出来 仔细看一下它的追导 那 这部分 到越后面 我们就越 越 注重在用上面 那 第十一章的变异数分析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 但是 如果你有很多组的平均值 比如说 N组平均值 十组 十组平均值 那 十组样本 那我想知道说 这些样本是不是 它的平均值 都一样 所谓都一样 是我没有办法否定它不一样 就是 就是 我 我 说 都一样的意思 其实不是它真的一定都要一样 可是我没有办法否定它不一样 那 这种 我要怎么去看 到底 有没有办法否定 它 不一样呢 那 这个就称为变异数分析 那 一般来讲 以减定而言 我一次次减定 比如说 以成对的 两组 平均值的话 我是减定两组相不相等 但是N组相不相等 你就要做 2分之N乘0减一次 那就太多了 所以呢 你要有一个方法 去分析说 那到底 是不是可以否定它 来自于 同一个 平均值的 的母体 那如果 呃 我们发现有任何的 就是说 我们发现 应该是不一样 应该是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做成对的 分析 做 做2分之2 乘0减一次的 减定 然后去 减定看看说 到底哪一组是不一样 那 第十二章的回归分析 我们再看的是 回归线 我有一组样本 我想知道说 到底这组样本之间 有没有什么线性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跑回归 来 来 去 去 去 怎么讲 逼近看看说 那它的线性关系 到底应该是什么 但是 回归分析 其实 不只有线性回归 它还有多项式的回归 我们这边没有讲 那多项式回归 你就是 跑 跑出来就是一组多项式 那那个多项式 尽量 逼近你的资料 那有各式各样的回归 线性回归 只是其中之一 那 第十三章 我们要讲的是 组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 我们这一章好像还没讲 对 十三章还没讲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十三章 那简单的翻例 先看一看 不过 先说明 这一章其实照理讲 放在几率统计本来也是有点奇怪 可是 大部分的几率统计 课 课程也都会把这 这一个主题放在几率统计的 但其实我觉得 这一个主题应该放在线性怠速才对 各位学过线性怠速 诶 各位学过线性怠速了吧 这个主题应该放在线性怠速才对 所以这里的背景 完全不是几率统计 其实是线性怠速 那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把它放在几率统计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什么叫组成分分析 那线性怠速 里面各位还记得什么叫做特征值吗 还是你没有写到 有写到 有写到特征值 那就知道特征向量 对不对 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是搭配的 那到底什么叫特征值 什么叫特征向量呢 有一个矩阵 它乘上某一个向量之后 会相当于某个常数乘上那个向量 也就是说它的方向不变 但是呢 会放到浪打背或缩小 放到或缩小浪打背 那这种 这种浪打就称为特征值 那这种S就称为特征向量 记得吧 那所以符合这种条件的浪打是特征值 S就是特征向量 那所以特征向量 S 就是 就是 矩阵乘法上面 其实它 就像一个不动点一样 但是不是完全不动 是方向不动 在矩阵乘法上面 它有方向不动的特性 它乘完之后 只是在那一个向量上面呢 做常数倍的说法 但是方向不变 那这种就称为特征值 和特征向量 所以如果一个N乘N的矩阵 那它的特征值和它的特征向量 通常不只有一个 最多可以到N个 那 假如它有K的特征值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AS1等于浪打S1 AS2等于浪打2S2 AS2等于浪打KS2 这样 这K一个 K一个浪打就称为 特征值 这K一个向量 S2 K 就称为特征向量 那特征值浪打I如果越大 越大 那它的 代表说 代表说 那个特征向量 就越能用来描述 代表整个矩阵 所以如果 你今天只保留 这些大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那 你透过还原的方式 就是 就是把它称回去的方式 然后保留的话 你会发现说 我保留大的 那那些很小的 我把它去掉 这样子回来的矩阵 跟原本的矩阵 不会差太多 也就是说 它跟那个 各位 微积分是我教的 对不对 我们在做 副利液转换的时候 是不是 转换过去 把那个 频率 很高的部分 去掉 然后 低的部分 留着 转回去之后 那张 那个函数 基本上 非常接近 这就是 JPEG 这种压缩法的压缩元力 同样的特征值 也有类似的特性 如果你 保留的是大的特征值 和特征向量 你把它转回去的时候 那个矩阵 基本上 变差异不会太大 OK 好 那所以呢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 就可以说 这种浪达最大的 这些特征值 和特征向量 这样 就称为 这一个矩阵的 主成分 所以 这里我们 看了主成分分析 的主成分 就是 线性怠数里面的 主成分 好 我记得 我记得 上学期 有一位 清大的 教授 金仲达老师 来我们这边 访问一学期 那 后来 他有介绍 他们 清大的 几位老师 来这边做演讲 其中 有一位是 女老师 他是做影像处理的 他们专门在做的 就是 把一些 影像里面的 某一些 雜讯 就是看不清楚的地方 去掉 然后呢 让那张图 又变得很清楚 OK 那 次来演讲 就讲了一个方式 他就是利用 线性怠数的特征值 和特征向量 去把整个影像呢 做 某种逻辑的描述之后 然后利用那个 线性怠数的特征值 和特征向量去 去描述整个系统 然后最后 这个系统 会形成一个矩阵 他把那个矩阵呢 留下组成分 然后 特征值小的 就去掉 最后在还原之后呢 那个 特征值小的那部分 其实就是杂讯 然后 保留下来的部分呢 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当然没有办法做得非常非常 百分之百很好 但是 他们是透过这样的概念 在做影像处理 所以 这种 特征值和特征香料 有时候会用在很奇怪的地方 你绝对不会想到 他会用在影像处理上面去去除杂讯的东西 但是 但是 在 在 学术上很多会这样用 或技术上有时候会这样用 所以 组成分就是对重建矩阵有强大影响力 特征值 比较大的那些向量 特征值很小的就忽略掉 那 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个 用R软体来做组成分分析的例子 那我们用R软体建构出四组样本 每一组都有25个元素 然后第三组是一二组的线性组合 怎么说呢 你可以看到 S1 我们用R软 平均值是5 标准差是1 产生 S2也是一样 但是S3 我们让它是S1加S2 S4 是S1加2S3 还记得 在现金代数里面 所谓的Rank是什么意思 Rank 矩阵的字 对不对 中文会翻成字 其实讲字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讲Rank还稍微有点 意义就是说 它到底有几个 几个东西是独立的 是不可以被其他的东西排列组合所组出来 OK 那个东西就叫Rank 所以以这一个例子而言 它的Rank应该是多少 我们这样产生 有很小很小的机会 它的Rank会是1 但是一般的情况之下 它的Rank应该是2 一般的情况之下 它的Rank应该是2 因为这两个是独立的 这两个是独立的 所以它的Rank应该是2 也就是说 S2应该不会是 刚好是S1的倍数 那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的Rank应该是2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S 建构出来 它用一个框架的变数把它建构出来 接下来呢 就去跑这个 PRINCOMP 就Principal Component 组成分分析 那S1是 那CorrelationTrue 这是 这是 一个 一下的参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Summary这个函数 做这个报告 然后呢 显示组成分分析的 分分析的结果 那你就会看到 这一个状况 这个状况 好 那 这里呢 会有一些数字 你可以看到 第三个 它的标准差就很小 第四个也是 这代表说呢 它其实 大概可以被别的 别的行 做排列组合做出来 好 所以呢 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结果 它这里有一个 Cumulative Proportion Cumulative Proportion 累积到这边就已经是1.0了 也就是说呢 我基本上只要用前两个 就可以描述整个矩阵了 后面可以丢掉 完全不太影响 所以呢 累积到第一组成分的时候 其实就有0.7了 累积到第二组成分的时候 就有1.0 这代表说 第一个列 第一个组成分就可以描述70% 第二个组成分加上去 描述到100% 后面两个根本就不需要 好 那根据Loading的COMP的第一列 第一列 我们知道的是 这应该叫第一行吧 不是第一列 因为 我们写的应该是这一个 应该是第一栏 我写成列 这不太对 第一栏 第一组成分呢 第一组成分 它是-0.449S1 减掉0.367S2 减掉0.576S3 减掉0.576S4 这是第一组成分的 那 加上第二组成分 第二组成分就是这个 0.626S1 减掉0.768S2 这是第二组成分 这两个合起来就可以 就可以还原整个取证 就可以掌握100%的资料 完全重建取证 因為這組次要的RANK是2 那如果我今天呢,再去做RANK不是2 我再把S3也用做乱數去產生 那S4才用那個排列組合去產生 那這時候呢,我們去分析出來會怎麼樣呢? 做這個組成分的分析 你就會發現說,它要到第三個組成分 它要到第三個組成分,才會累積到100% 否則的話,在第二的時候才只有0.85 第一個的時候才只有0.57 那所以,它在標準差和電影體力上面 也會有這個反應 就是說要到這邊,這才會突然變得很小 所以,它必須要有三個組成分 那如果今天呢,我們不要做這麼完美 不要做這麼完美,我另外一個完全只是前面的線性組合 我們加上一點誤差 也就是我S4呢,讓它最後還再加上一點RN的誤差 那這樣的結果會怎麼樣呢? 我們看一下 它要到第四才會到一點0 它第四基本上就沒有壓縮啦 那即使到了第四這邊 它的那個變異數還是沒有到0的 還是沒有到0的 它還是有一點值 好,那你可以看到到這邊 它就是,這是每一個組成分的係數 每一個組成分的係數 那一直到第四組成分 它才到了第四組成分的時候 第三組成分只到99.4 第四組成分才到1 所以就是跟前面不一樣 前面這個第三組成分就到1 那這邊呢,第四組成分才到1 那更上面那個呢,第二組成分就到1 因為它RN是2 好,那這個就稱為組成分分析 所以你覺得它是機率統計 應該放機率統計 還是應該放在線性概數 我覺得它根本就沒有什麼機率統計可言吧 全部都是線性概數,對不對 但是很多機率統計的書 會把這個放進來 我覺得這個根本放錯地方 應該是放線性概數 所以這個部分呢 請不考 就不考 因為跟機率統計無關 線性概數的東西 那照理講是應該放在線性概數裡面去考 好,OK 那各位就參考看看吧 操作一下試試看組成分分析 所以R軟體其實不只用來做機率統計很好用 用來做像這種線性概數也很好用 所以我現在最近的規劃是 我 我有時候一直在調整自己所使用的工具 那我現在的規劃,我們的工具用法大概是這樣 在一年級的時候呢 在一年級的時候呢 微積分那個沒有什麼好工具的 但是最近微積分我用一個蠻好的工具 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那 用一個網站就行 我不需要用什麼工具 那第二個就是 那第二個就是 像各位現在的 二年級的視窗 那我就用Visual Studio 那以視窗的部分 我覺得 一直還是Visual Studio比較順直 那機率統計 我就用R 但是我打算把R擴展一下 不只在機率統計用R 像人工事會有打算用R 然後呢 未來如果教任何的數學 我可能都會用R 希望用 全部都用R來處理數學的東西 和研究性的東西 研究性的東西裡面 往往會用到比較多的數學 那還有網頁Web的部分 我可能會盡量用JavaSuite 所以目前我的分配大概是這樣 各位在學的時候 我也不希望用太多工具 讓大家覺得很混亂 那但是一種工具要打到底 有時候也是很困難 OK那請各位試試看 去使用一下主成分分析 把這個貼上去 你們都要來看 到處理幾週間 看到了 我們有很多人在做的 行程中 我們沒有詞